我发挥的就都是我的正常水平 观众反馈互高互低 在我看来也非常正常 杨丽真是有点大起大落 有几期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相对其他演员 可能她的表演手法相对单一 因为我线上的经验太少了 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去表演 我们平时演出只有舞台上有一束光 但是在现场 一个场子会更大 非常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你先要把观众注意力留在你身上 然后它又离你很远 爱情这个主题难写吗 不知道 我不了解这个世界 就是因为好久没谈了 你才会在爱情有很多想法 但是只停留在想法 都没有机会去试验 我得讲完以后 我才知道别人的想法 是不是跟我一样 成绩我们也控制不了 所以我觉得我只要演好这场演出就行了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所以我演完以后 大家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图路球演员 让我们欢迎杨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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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觉今天上场之前是编导和主持人对我联合的羞辱 你知道吗 对 其实我不紧张了 因为我已经放弃了 我已经打算收拾东西回家了 我觉得老家挺好的 大城市太累了 对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又来了 我最近整个人产生了一些变化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孩子了 就是 我现在竟然会喜欢孩子 喜欢到在地铁上 主动给他们让座的程度 我当时杨丽你是天使吗 你知道原来一定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原来在地铁上 我就没见过孩子 你知道吗 因为孩子上来的时候 我都正好在睡觉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困 如果有人叫醒我的话 就说 你好 你能给这个小朋友让个座吗 我就会对那个孩子说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就是 要学会自己承担生活的苦与乐 你摔就摔 不要喊啊 公共场合 不要大声喧哗 但现在我就不 现在我见到一个孩子 我就很激动 我就恨不得主动上前说 小朋友 阿姨这有个座 你要不要啊 不要啊 那阿姨 这还有个阿姨 你要不要啊 就很喜欢孩子 更夸张的是 我前几天 在坐火车的时候 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小女孩 你知道吗 那个小女孩全程 我跟你说 五个小时 我竟然没有一次产生那种 想殴打她的冲动 我真的是变了 那个小女孩 一直全程一直在跑 然后跑 跳各种唱歌 跳舞 穿上公主群 还会转圈圈 你知道吧 路过我的时候 还会看我一眼 好像在说 你看我年轻吗 你看你这么大年龄了 还单身 你这辈子还有机会 生我这么可爱的孩子吗 但是 你知道我依然觉得 她好可爱 好想生她呀 让我生她好不好 我都不明白 就我为啥这么喜欢孩子 跟喝多了似的 难道是喝了 让你懂生活 更快乐的老村长久 看啥都挺快乐 是吧 但不是 是因为 好像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的母性被唤醒了 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大 你越来越喜欢孩子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你也越来越不相信男人 就是很矛盾 小的时候 一般是你最想嫁人的时候 但是年龄不到 一般都是上高中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那种 好想嫁给她的冲动 但一般对方都是那种 爱打架刀的小混混 就是你以为她这一生 都将这样叱咤风云下去 结果高中还没毕业 就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等过几十年 你再见到她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你这一生啊 就是被法定结婚年龄给救了 就觉得越长大越恐婚 跟电视剧脸的都不一样 我像电视剧里经常出现一些情节 就女的经常问一个男的 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 你是不是没打算娶我 你就感觉女的都好爱结婚呢 或者是一个女的被求婚了 就很激动很惊讶 就会这样 就那个惊讶的程度 感觉她不认识这个人 你知道吗 就是她走着走着 突然一个陌生人出来 非要娶她那种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没有见过我一个朋友 被求婚那么惊讶 我的朋友如果他们 男朋友突然变得鬼鬼祟祟的话 他们都会开始变得特别紧张 就想说不是要求婚了吧 然后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只是劈腿了呀 吓死我 许真理想 你知道在一场求婚里 真正开心的 只有路人 因为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就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有些人也不知道为什么闲 这么闲 然后在街上 看到有人求婚 就会停下来 就不走了 然后他根本就不了解 这个男的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会不负责任地鼓励你嫁给他 就在旁边那样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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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女的说 但是他有的时候喝多了会打我 你知道吧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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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也没有那么爱结婚 你想结婚对我们有啥好处 你想想你还是要继续工作 对吧 然后你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务 可能比原来 而且运气不好的话 还可能遇上家庭暴力 然后到时候吧 你打也打不过他 想要离婚吧 还有一堆人劝你为了孩子忍一忍 就感觉跟劝别人结婚的是一拨人 如果这样的话 你下次再看到别人结婚 你也不要喊什么嫁给他 你就直接喊忍一忍 一步到位 你就在那 忍一忍 忍一忍 为了孩子 忍一忍 女生谈恋爱一定要谨慎 因为可能谈恋爱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尤其是分手的时候 我就看过那种新闻 就是说 一对情侣 女生要分手 男生不同意 然后不开心 不愿意 不甘心 最后怎么办 把女生从楼上推下去了 所以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从来不去高的地方 觉得很危险 男朋友跟我说 今天晚上上天台看流星啊 我就说看流星可以 上天台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他说 那你说去哪儿 我觉得 这个地下室就不错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女的更有理由恐婚 男的凭什么恐婚 对吧 你想离婚的时候 起码还能离 一个女的要想纠缠你 能怎么样 她做不了什么 她无非就是哭 闹 或者是给你生个孩子 对吧 都是一些微不知道的小事嘛 而且有了孩子以后 也是对你有利的呀 因为你就不用对她好了 因为不管你怎么对她 她都得为了孩子 忍一忍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喜欢杨丽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还有最后三秒的机会 三 二 一 请锁票 杨丽现在是我们 2019年拓国秀排行榜上的 第八是吧 今天这第八就没你了 总吧 我觉得马上就不是了 他们有一套 就跟天际赛马一样的算法 我听不懂 就很复杂 他们就 彭博他们很希望 就是这个 像杨丽 不如没有他人期望的选手进去 这样呢 他到了半决赛 他就更有机会 这个人 心仰都用在这上方了 是不是 反正还是挺危险的 第八的话 我们还是这个赛制 还挺激烈的 不过确实 他的发挥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来讲 不是很稳定 对 忽高忽低 忽高忽低 但我真的就是段子的问题 不是我发挥的问题 是的 段子不是你写的 没办法 就是这个水平 但是有的时候非常好的 有的时候非常非常 效果也非常好 断子写的也特别好的 你自己今天觉得发挥的OK吗 我觉得我发挥的挺好的 你听到哭 要哭了吗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 你才会觉得 自己应该是没发挥好 因为所有人都开始 想办法鼓励你 挺好的 我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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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